是你欠缴的時間的 Elinis有講說如果是21天的話 這個還不算太嚴重 你有缴就可以了 那但是如果說 你信用紀錄打出來的報告是這樣 它會看30天、60天、90天的 Delete Ending Frequency 30天沒缴,它不共只有60天 不共有90天,超過90天以上 如果說你的 小生理的報告出來 有一個東西是30天 一般來講是不好 但是不是說The End of the World 但是如果說你打出來的報告 我有兩三張卡 Sears的那個Hudson Pay的 是60天的 然後有一個是90天,那就會 那真的是很嚴重,那就會 整個信用紀錄就會花掉 那所以這個我想去注意的 第一個是Frequency 不要常常發生 第二個是說你如果有多幾天沒有關係 但千萬別的只有21天都沒有講 那就會列入紀錄 還沒有 最冤枉的,我聽過最冤枉的 Kate,對不起講 Kate,因為我實在覺得真的太冤枉了 是他唸完Semester最後一個學期 那他的最後一張信用卡 然後他到美國去Continue 一個協選一年 然後交代他弟弟還剩67塊錢要付 他就去了,他弟弟就不當一回事 然後回來之後就變成90天 RTAC 結果之後的七年都進入到一張信用卡 就為了67塊錢 真是用了 所以那個時間 時間是很難 所以大家在學校階段的時候 要對自己的信用 和各體的錢 一定要好好地 大概地理解 我知道你在幹什麼事情 要不然的話 老大不少人 還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就是 各個銀行 都有在各個地方 各種情況下會有貨 然後他會各種的 讓你說三一下 或者要開上貨什麼的 但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在銀行 我貨口多多 然後又不適合 像我們學生 你更多 用各卡 你不然就像我 現在用TD 我用幾個 我用TD 我在那個 另外有一張卡 但基本上不用 然後他就給我一通信說 如果在這個期間 就 這個 Espire Day 如果我們這樣不用我掛 我們這次才會不會 這種情況下 會不會影響我 這就是不會的 這種情況下 他只是想你 再去多一份錢 這個銀行的服務而已 但這種情況下 只要你付錢的錢 他取消你的付口 就是沒有 這個影響的 所以說 大家不要有 有太多信 有兩到三張才OK 如果有四五張 五六張 因為有的時候 光繳費 想了 頭腦都不知道 到底這張 我用了 還是沒用 因為這個以後 會產生問題 對吧 銀行在來說 選一個好的銀行 每個銀行 都有不同的 長處或短處 所以說 還有重的銀行 可以同時存在 在這個市場上 如果說這個銀行 它是最厲害的 其他銀行也同生的 對吧 大家各有所想 多資訊一些銀行 可以多了解一些 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一些信息 而且每個銀行 在不同的時間段 會有不同的一些 推銷出來 這樣 那一陣子 提提搞的的話 就是說什麼 你轉過來我們 送你一個iPod 或者Nano 之類的 但現在 National Bank 給大家免費的 第一支車 這些就是這個現成什麼 對 這是其他 因為信用卡的方法 就是實際上是一間 但是我看那些 單字能夠 你什麼 就 minimum payment 這個也是 就是我今天時候 只要pay minimum pay minimum pay minimum的話 它就不算了 pay payment 但是問題是 你就剩下的 好比說 你欠一千塊錢 你只交了十塊錢 明年990就要交了對些 利息是非常貴的 一般來說的銀行是 19.9 像你如果是用美国运通信用卡 American Express 它的利息可能是在29天就 对 非常贵 而且不同的信用卡有不同的好处 但我们印象的信用卡来说 首先一个可以帮你建立信用 另外一个它是专门被学生定做的一种 帮你建立信用记录 第二个的话你买任何电子产品 可以有一般来说 或者说你买一个iPhone 还能买你Future warranty 延长保修是一年 但你用我们的英雄卡买的话 它可以额外的一年原创保修 就是如果一年抽坏了 可以把那个账单修这个账单 寄到National Bank 它的信用卡部门会帮你付这笔钱 还有很多不同的那些像 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好的 意思就是说你的信用卡如果被盗的话 叫Zero Liabilities 如果被盗用的话 我们的部门会进行调查 之后看到像那签名 不是你的自己的话 不管我给盗用多少 它会全部还给你们 所以这些都非常好 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个人能够做 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现在工作了嘛 对吧 我每个月的公司会有股票分红 然后我自己会买有一部分的 假设我有100块钱吧 简单简单简单 我会有30块钱在基金里面 30块钱在股票里面 另外20块钱在安全性定期存款也好 或者说是那种比较最低风险的基金里面 另外10块钱拿来花 就是说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呢 可以尽量的 你想多花一点 像我来说的话 我比较保守一些 就是尽量把钱多存起来 当你老的时候 或者以后有更多用处 像我现在是在申请 罗门的MBA 学费非常贵 92000块钱两年 如果自己不存钱 就只能回去想变满腰的 拿去做了自己的手软 拿着什么手段 持人嘴段 所以的话 如果说你有1笔钱 假设1块钱 根据不同的人 it all depends 看你以后有着什么需要 你还不说想短期要买房的 当然你连钱 你不能买在太高空间里面就够多